穿順色外套男子站在超商門口 遠景到場一眼就認出他 原來老汪要來領包裹 但他不知道裡面是什麼 只說是對方給他的禮物 兒子接獲通知把爸爸帶回家 但這樣的情況已經不止一次 原來新北市這名86歲的私姓老翁 日前接到不明女子來電 兩人越聊越熱絡 每天講電話 對方甚至說要嫁給他 接著假借送禮物的名義 要他去郵局領包裹 獲到付款金額高達兩萬二 當時警方及時攔阻 三個月後兩人又繼續聯繫 對方用相同手法 要求他到超商領貨 付款一萬三千元 因為老汪就住在附近 店員知道他平常沒有網購的習慣 這回一次就領超過一萬元的包裹 擔心他被騙 立刻報案 常見愛情詐騙手法 利用假交友假投資等方式 誘騙被害人匯款 這位嫌犯改成領包裹 假裝是定情禮物 降低被害人戒心 天天熱線以為是電案的滋味 恐怕最後是一場空 TV的新聞講目 與黃靜芬新微視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pastor安靜fly 我們 Rosa 安靜 體驗